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上节课给大家实现了一个支持多种style的table wheel 这节课呢,我会把之前我们几节课的内容穿在一起 教大家如何从网上获取数据 然后并把我们从网络上获取的数据显示在我们的table wheel上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网易新闻客户端 当我们下拉刷新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的应用其实就已经开始从网络请求数据了 然后呢,当网络数据请求回来以后 我们的首页就会被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首页的数据已经被刷新了 然后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实现这一部分的功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实现这项功能的基本流程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发送一个http请求 然后呢,这个请求就是通过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的anum file 然后来发出的请求 当请求成功以后,我们会得到一个json数据 这个在之前的课程中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然后呢,当我们获得一个完整的数据以后 我们会根据这个数据 然后根据它的结构来生成一个dictionary或者array 这个要根据我们拿回来的数据而具体去决定 然后呢,在下一步我们会根据我们上一步生成的这个数据 来初始化我们这个业务所需要的model 这个model里面就是很多的property 然后这些property里面存着我们 下一步需要展示在will上的各种数据 比如说title啊,然后一些时间啊这些的东西 然后最后一步呢,我们就是把上一步生成的这个model 来显示到will上 然后整个这一个完整的流程 然后就说完了 然后下一步我会给大家按照这个流程来实现代码部分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实现我们的代码 呃,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上节课 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来 在之前讲animal fire的时候 我们写了一个方法叫get data from server 然后呢,现在我们对这个方法进行一些改造 然后让它更好看一些 然后呢,首先在第一步 我们在初始化好我们的will以后 然后我们再进行网络请求 get data from ok 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我们把url从这个方法里面拿出来 ok,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上我们的url 好了,这样我们就初步的改造完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拿回来的数据是一个json数据 它并不是一个model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 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酷 这个animal fire object mapper 它会根据我们拿回来的json数据 将我们的这个json数据直接初始化成一个model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这个model来用了 然后呢,model一会儿我教大家怎么写 但是过程会比较复杂 我是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然后中间的过程我会略过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来看一下拿回来的数据 ok,这个数据已经打印出来了 然后呢,我已经提前把这个数据复制出来了 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数据的结构 然后呢,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拿到的这个完整的数据结构 它并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会比较复杂,然后这样复杂的数据结构 如果我们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类库来直接把它生成一个model 是比较困难的 而且因为swift的那个array里面只能放相同类型的数据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它初始化成一个model 然后我们需要可能再先做一些处理 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成model来显示 第一步呢,我们先从这个数据结构里面找出来 我们需要的数据 然后它应该是一个数组类型的一个 一个我们各种新闻的一个列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些数据结构相同的这一部分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它们的每个数据结构都是相同的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需要的数据 我们接下来就要把这一部分数据显示到我们的tablewill上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渠道的数据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做一些修改 首先大家刚才看到了我们拿回来的是一个 是一个dictionary 这个success是我们的拿回来的result的那个 它的一个枚举类型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从其中拿到的这个字段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先做一些处理 既然是dictionary 然后呢由于swift现在我们用的部分的酷 还是我们oc的酷 所以拿回来的数据初始化json以后 还是一个ns的dictionary 而不是我们swift的dictionary 然后我们拿回来的这个response 它是一个response类型 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字段叫result 然后这个result就是我们拿回来的这个成功了以后的这个数据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value 这个value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数据 然后呢我们需要将它强行的告诉我们的swift 它是一个dictionary ok这样我们就从其中拿出来的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再打印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拿回来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从其中拿出这个字段 然后将它打印一下 ok ok不好意思了 现在字体有点小 我们还是把字体调大一些 ok好了这样就ok了 ok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好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拿回来的数据 我们在刚才那个t开通那个字段中拿回来的是一个nx 里面是一个array的数据 然后这个array它里面放的是一堆dictionary 首先它这个第一个dictionary是一个add 应该是我们首页显示的一些广告的数据 这一部分数据是我们不需要的 从第二个数据开始是我们需要的数据 然后我们现在再进行一下处理 把第一个数据剔除掉 ok然后之前我已经写好了这部分代码 然后我把它直接粘过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从我们的dictionary里面拿出来了我们这个array 然后我们有一个array的变量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截取了这个array的从它第一个元素 应该说是从0开始的话 我们是从它的index1开始 然后截取了到最后一个元素 整个这个跑去了 我们的array中的第一个元素以后的整个的一个array 然后我们可以这时候再把它打出来看一下 ok ok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然后看一下我们拿到的数据 ok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已经打出来了这个数据 然后呢 这个数据中已经把我们第一个 我们不需要的那个数据已经刨掉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使用这个数据来进行 tablewill的显示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个属性来把这个我们已经处理化 处理好的这个array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就叫 叫什么 叫newsarray 然后它的类型是 然后它的类型是 sarray ok好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存下来 然后存下来以后呢 我们在这儿要用一下 s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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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拿回来数据以后 我们就刷新一下我们的tablewill 然后我接下来的任务呢 就是在我们的tablewill中显示我们这个正常的数据 接下来呢 我们去修改tablewill的datasource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之前写的是默认的10 然后呢 现在我们把它修改成我们刚才的那个newsarray的长度 ok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处理 好 然后编辑帮我们动吧 ok 然后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tablewill的长度 就会跟我们当前这个newsarray的count是一样的了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去显示 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做一些处理 首先我们 因为我们array里面的数据都是dictionary 然后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写 然后我们要从我们的newsarray里面 拿出来它的indexpass的第几行的这个程序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再把它强行的告诉编译器 它是一个dictionary ok 看一下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地方显示成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title 然后我在我们的那个数据里面有一个字段 也叫title title 然后呢 因为编译器并不知道我们从里面拿出来的是什么 所以我还要强行的把它转化成stream 然后呢 下面我们还有一个detail label 然后这个detail label呢 它在里面的字段 是叫做这个 这是我们刚才从那个json数据里面分析出来的 然后还是一样我们把它强行的转化为stream 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 然后我们把这块复制过去就好了 这时候如果我们再运行模拟器的话那模拟器上显示出来的就应该是我们从json数据里面拿出来的这些title和d 然后我们再运行模拟器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OK 大家看到了现在我们的从网上拿回来的数据已经被显示到我们的tablewill上面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教大家如何把我们拿回来的这个我们图片的url显示在我们这个图片的站位上面 接下来呢我们教大家如何把图片显示到我们tablewill的站位幅上面 然后首先我们要使用另外一个第三方库名字叫kingfisher 然后呢有了这个库以后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方便的把那个我们json数据里面的image的url显示在我们的uiimagewill里面 然后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我们还是需要 我们需要一个数据然后呢这个数据是我们的url的stream 然后呢它的类型是一个stream 然后呢我们还是从data里面拿数据 然后它的字端名叫做image 然后这个是从那个我们json数据里面分析出来的 然后我们强转一下把它转成stream类型 这一点反正是因为我们nsarray和nsdictionary跟我们这个之间的衔接会有 跟swift的衔接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在self里面有一个testimagewill 然后呢我们调用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kingfisher 然后setimageurl里面是一个nsurl的类型 然后nsurl然后呢我们init 然后initwithstream 然后呢这个stream我们传url ok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应该会提示我们 对然后我们 oh 不好意思 sorry 然后它应该提示我们需要让它为确定它为非空 然后呢这样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的imagewill image就o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拿回来image已经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image 我们再去把它也加到我们的代码当中 然后呢我们还是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代码再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我记得这个我们这个self应该是不是叫imagewill 我看一下名字叫什么 oh 名字叫bigimagewill 然后我们把它修改一下 改成bigimagewill ok好了 这样大图也应该能显示出来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看一下效果 ok大图已经显示出来 但是大家发现这个图片是拉伸的 这个不要紧 然后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教大家如何去调整这个image的显示 我们这一节课呢 给大家教授了如何把我们网络上获取的数据显示到我们的will上面 但是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我们会初始化成一个model 但是这节课我们并没有展示 然后因为这一部分会稍微麻烦一些 我想我会把这一部分的代码放在我们这节课的最后几节课 然后最后几节课会给大家讲述如何去优化我们的代码 然后到时候我会把这部分内容在那个地方进行详细的讲解 然后呢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写代码 可以让我们的应用更加稳定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完这节课以后 在看完这节课以后呢 回去大家做一个作业 把我们这个will然后这个去实现一下 ok这节课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我是Winsky 大家下节课再见 拜拜